这个我们说发长球 撞击加摩擦五分 五撞五膜 就50%的力量撞 加上50%的力量膜 这个球的出现的话 它就是快 而是转 但是我们发短球 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去发 我们应该是从这里 第一条从这里去发 第二条从这里去发 就是我们出手一定是靠胸口出的 而不是不能靠底部去出的 底部去出 这个球会出现 你看 是不是 靠胸口出来 落点靠前 这个球 才是转的 然后 这个球 以摩擦为主 来 注意看 发长的 以撞加摩结合 发短的 以纯摩擦为主 它就会短 所以说的话 短球 为什么我教你们 先练长球 就是因为先练 你们手腕手指的力量 一直不教短球 不是老黄不会教 我跟你讲 我比谁都会教 发球 但是的话 我一直不教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你们的手腕手指 这个力量 这个感觉 灵活性 出来了以后 再跟我去学短球 这个时候 力量出来以后 短球 纯摩擦 长球 撞摩 你们觉得 是不是 如果你发短球 你不会纯摩擦的话 你发的短吗 对吧 我就告诉你地条 你只碰过去 它不会转 你看 我们加纯摩擦 是不是 它的球就短了 就会转了 而我们的地条 加上在这里 再加上这里 我们的短球 永远是可以的 你记住 长球 腰里 腰间发 短球 胸口发 长球 身边出 短球 里面出 球台的这些位置